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第一個登記 登記工作檢討的議員 張正輝 張藝人 行討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好 我們議會的投入 我們幾位柯市主管大家早安 辛苦各位縣府的局處首長 這幾天的這個議會 各位比較辛朗 好 今天首先我要請教一下我們 消防局 局長 局長好 張延長 消防局在本縣一向表現得非常優秀 不論是搶災救難救護 各位都是謝民心目中的這個救難神 要謝謝局長 謝謝局長以及率領的同仁 本席一直是希望 規矩能夠做得越來越好 新的科技 新的裝備進來 我們都非常希望能夠第一時間分配到台東縣 因為台東縣是南北狹場 又有離島 這樣的救護需要更好的更強大的機器進來 那就叫一下局長 什麼時候我們的黑鷹可以進駐啊 好 謝謝張議員對消防局的鼓勵 那黑鷹直升機是空中勤務總隊 配置在他們那個單位 那根據我所了解 它大概在今年的年底 會有兩架的黑鷹直升機 進駐到我們台東的豐年機場 那這兩架黑鷹直升機進駐之後呢 就可以有效的把現有的UH-1H的直升機來取代 那也能夠非常大幅度的提升空中救援的一個效率 對 這個空中救援對台東來說是非常重要 不論是離島或者是海難的突發救難 來自於這個山區的緊急救護 如果有空警隊的資源 它在這個醫療時效上會獲得最大的幫助 那我再請教一下 局長到時候空警隊 會有一組救護人員陪同嗎 還是說只是去救護然後直接趕快送過來 或者在出請的時候 也就有相關的救護的設施 一起來協助災民 沒有 因為空中勤務總隊的直升機 它是多功能的 它並不是針對緊急救護 這個區塊來配置它的裝備 所以它是遇到山域的 它有山域的裝備隨機 遇到海上的這個裝備隨機 遇到緊急救護呢 就必須由地面的醫護人力 這個隨機來出請執行任務 目前他們的規劃是這樣 也就是說接到救護的這樣的一個通知 櫃局還是要派相關的 比如說有高級救難的 一些水桶搭機過去 去做救護 不是我們消防 或者是說在地在地就先處理 然後再送上機 只做運輸的工作 跟張宇遠報告 這個救護是衛生局的業務 空中救護是衛生局的業務 那我所了解的 如果病患是在離島 如果病患是在離島 那可能離島當地的這個醫護人員 他要隨機把病患送到台東來 或者是台東這邊起飛之前 由台東這邊的醫護人員隨機跟著飛過去 大概這兩種方式 不過這是衛生局的業務 那我了解你的意思 未來會不會開放緊急醫療包機 呃 包機其實 目前就有 但是是 我是說空勤隊的 不是 因為他那比較大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知道你意思 OK 好 謝謝機長 請坐 謝謝 年底一定會進駐就對了 年底一定會進駐就對了 是 目前的規劃進度是年底進駐 好啦謝謝 這是對我們台東縣民來說是好消息 喔接著 顏民處 不要你 課長 李克 來 尼伯特以後有兩處需要做這個安置 是不是 是不是 長期安置 一個是顏平 一個是 大五愛國普 大五愛國普 這兩個目前進行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呃 相關的 進度到哪裡 他建築執照都在4月11號拿到 嗯 然後 呃 大五愛國普 那邊 他的執行是在 目前已經5月1號 再開始是做水保設施了啦 嗯嗯 然後那個 紅葉這邊 他也是在 今天 今天就開工 要是做相關的水保設施 跟 後續的 呃 他是有正在基金會執行 不管是水保還是他的房子的興建 都是正在基金會 那我們縣裡面 會預計什麼時候可以讓災民進駐 我們這邊 需要多少的一個工作天 我們這邊就是 不管從中央還是到 呃 我們縣府長官這邊 都是希望能夠在 今年中秋節 當然是會比較有一個實質 先事的一個 一個想法啦 當然我們會再努力這個部分 好 不過最重要的是 後續啦 其實建築的本身 都已經做好規劃 可是我們希望藉著 這一次的這個災後重建 也有更多的一個 原住民的建築儀會 在建築物上面 那麼 貴客 跟我們其他鄉鎮的連結是怎麼樣 災民對這個部分 他們的看法又是如何 他們配合的意願 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就 的確在整個 從 其實就從尼泊特颱風過後 有很多 我們自己原住民的部落 尤其是潛艇的地方 有遭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而且對於我們南縣 原住民 尤其排灣族 這潛艇部分 等於是說是一個 一個公共空間 所以說 不管在這一次 就是愛國埔跟紅葉 我們也都把這樣的一個潛艇 就要去做文化儀會這樣的元素 爭取到花東基金 我們這邊 也 我們將來會 我們會走的是 有部落 有設計發展協會 組成公班 組成一個 一個 會去教育訓練他們 根本就對傳統工藝 能夠去教育訓練 然後由我們縣府 要不然工所這邊 去做材料的一個發包 去推行這個 根據過去的經驗 以往我們被拆遷 我們都忽略掉 我們只重視拆遷的地基 或者是建築物的耐用性 可是忽略掉了 其實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可以融入在建築物裡面 讓它更具有文化的表徵跟可看性 對地方的一個象徵 或者是說對未來社區 如果可能投入社區觀光的話 會有幫助 但是要特別注意 依過去大武跟清風的經驗 很容易造成陷阱 這個部分你剛剛的建議非常好 是用社區的力量共同來去擬拒 或者是說對分工上 或者對以工代正的方式 尋求更好的解決方式 就不會造成過去的一個遺憾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李課長 多多的關注一下 也是希望是說 不是針對個別家務 而且是整體性的 我們希望是把 因為現在都 部落也都開始 鐵皮乾淨混凝土 我們想說 是不是把部落 大家有記憶的這樣的一個樣貌 能夠借錢把它回復 因為這樣子的地方 才能永續去經營 對 所以 依照原本原住民的性格 做他的文化的表現 事實上對地方的特色是非常好的 不要忘了 其他的公共空間也有相同的元素要加入 過去我們在 因為我們在推動很多公共建設 都忽略掉美化的這一環 美感的這一環 我們老是以為 大的建物做出來就好 事實上它只不過是水泥重你的一環 那就可惜了 希望有把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想法跟經驗 能夠從建物裡面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對地方的特色 這個才是有幫助的 閒置空間跟那個路線 路線 萬一有些雜亂的 有閒置的 我們都一併在這一次那個 文化儀會的計畫都有請協會 一併納入考量 好 那這個部分就請你們再多關注一下 謝謝員 好 謝謝你們 好 謝謝張正輝張議員 我們張主委張議員 你有沒有要發言 沒有啊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我們9點20再繼續開會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第一 過來登記的執行的議員 黎三天的議員 請打時間10分鐘 謝謝 我們大會主席 感謝那個環保局長 我快點去問你 你沒辦法回答 不要像長安一樣想起 我也沒想起 我在很多的會期 在臨時會 有要求你 要提供 魂化儀回饋金 的流向 我叫你造冊 你也不理不睬 那個魂化儀的那個建設獎勵金已經繳回 回饋金回饋金 對沒有啦 沒有啟用沒有什麼回饋金啊 他要啟用才有 當時是建設獎勵 你是先兼賠的那個啦 啊怎麼會有呢 不是啦 一千多萬啊去哪裡 那個後來有繳回去給環保署 因為沒有啟用啦 我之前上次不知道第幾個會期 啊你真的齁 真的是有跟你報告過啊 那剩下多少 一千多萬剩下多少 我記得是五六百萬繳回去了 五六百萬繳回去 啊其他的流向你也公布一下吧 流向可以提供給 好明了你就公布嘛 第二個 是 好確定喔 我可以提供給一個 好 流向開業 回路開業 第二個 我們現在的報匯車 免連的公務車的報匯車 累積下來的報匯車的基金現在 延宜還有多少 報匯車啊 公務的嗎 公務 公務的公務的 一年有剛才十大 譬如蕭翁教會 車派起要報匯 公務車要報匯的 這個有一個報匯車量的一個基金 現在目前還有多少款項 報告業 那個 我們不是針對公務的報匯車而已 對 只要是一般的 在那個 一般民間 在路邊 只要有通報 我們就會拖掉 那有沒有專屬的公務的報匯車 沒有什麼專屬公務的報匯車 那你們那些車子呢 就是只要是報匯車 我們拖到我們的那個集中保管廠 開賣 開賣 好 那現在累積的基金多少 那個基金要長 多少代替啦 你知道你要料路之長啦 阿共我 歐了他你也不知道 有去買結帳嗎 這條歐他要給歐他要結帳嗎 沒有啦 沒有齁 那多少 那你也是把他 錄一個 好 可以 數據表 給我們所有的議員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再請問你 空屋的基金 空屋基金 現在目前還剩多少錢 那個科長 你看你沒有一項知道的 這個錢 這個我們都有 阿你不是說你投資 你很賣 不是啦 阿跟你說錢 你就頭藏 沒有頭藏 沒有頭藏 這個都有基金管理委員會 在管理 這不是我可以 基金管理委員會有哪幾個 來 你說明一下 有誰 有外聘的委員 有外聘的委員 跟我們內部的委員 外聘是怎樣外聘 這個都有送到 沒有啦 外聘是怎樣外聘阿 這個要查一下 那個 所以你每個人都不知道 不到哪 我不可能把這個背起來阿 那內部的委員有誰 內部的就是 我還有 那個主計處長 主計處 主計處處長 他一定要監督阿 還有誰 對 那個主委是那個 副主委是我們的那個 陳秘書長 哪一個 陳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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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委員的名單 我也可以提供給議員阿 我們都有 公開公正的 我告訴你齁 我希望你把 上開 我剛才所講的 不管是 魂化魯的回饋金 或是 汽車拍賣的一個基金 或是空屋的基金 我希望你把他造冊 不是 這個 都可以提供給議員 這三年的流向 你來多久 快兩年了嘛 兩年多 兩年多 那你就把這兩年多的流向 收入跟流向那個 做專屬的一個 其實都有送到議會 我如果不知道 你剩下 你議員出來給我看 好啦 好 可以啦 沒問題 我要告訴你齁 你做事情 不要用一種呼嚨的 我們都依盡一個正常的程序 沒有關係 做正常程序 好 好啦 那六千 難道他們違法嗎 他們有沒有造正常程序 把工廠建起來 有沒有 這個不是我管理 好 那我就告訴你們 六千 當時也講得灰灰癢癢 多好 如今呢 空污造成當地居民 生活 苦不堪延 癌症的罹患率啊 是全國 會癌齁齁 是全國的好幾十倍 這個都有數據的 但是我們當下在談到一個環境環境 環境的勇氣啊 是有一點點滴滴 點線面去把它拉長這個戰線的 台東包了好生的好水 那你最主要的就是說 胡阿如你沒有一個徹底的政策 你政策不明 所以說派避大便 但是我要跟你說 你要做一個勇敢的人 胡阿如我還是主張 啟動13個我們台東的一個掩埋場 然後我們做一個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一個徹底的垃圾分類 然後把它做適度的掩埋 台東的因為台東的垃圾沒有很多 可以用這種智慧來做選項 就好比我們賴昆成前市長 他就是這樣的作為 你不枉去參考 你不要一下子就說 沒有燒啦你們會怎麼樣啦 我沒有怎麼樣你們又怎麼樣啦 那你現在 埋下的那個什麼 你們在講的那個魂化爐的 那個再生力量 你敢保證安全嗎 真的 不是 你到底要不要保證 我跟議員報告 你到底要不要保證 你讓我解釋嘛 你到底要不要保證就好了 我跟你保證說 我因照法令規定程序去處理 那會不會污染你不負責 如果我沒有照法令 那就是違法嘛 那會不會污染你不負責 我們都有把關 都有實驗室的數據啊 對啦 如果污染你不負責 如果 如果我有那個檢驗不合格 我們就把它退回去 這個是我們把 你把那個檢驗數據順便一張給我 好不好 那個報告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 我們自己要檢測 他們出場有一個報告 那你就把你們檢測跟包括出場的檢測 那表給我們 好不好 如果出來我可以提供給你 什麼時候 他大概 三年啦各位 沒有啦 兩星期到三星期的時間啦 好你請坐啦 把數據給我啦 好 好 謝謝 那個行政處 我請教你齁 你要很注意回答 任何的採購 要不要先出城送到你們那邊核准 要不要 任何採購 比如說要買電腦買食部 要不要一系的程序到你們那個 客製 要不要先審核 需不需要 不是緊急的喔 一般的採購 十萬以上當然是要公開嘛 那七八萬的 八九萬的 要不要跟你們審核 你有沒有審核機制 我們沒有實質審核啦 沒有齁 沒有實質審核 就是不用跟你們報告 那個單子也不用說 秘書長蓋了 主機蓋了 行政處蓋了 然後再去採購 沒有這個流程嗎 確實沒有這個流程嗎 我知道的是我們沒有實質 什麼我知道 你的任務本來就是有 有審核審查的一個機能 你 亂講話 那我再請問你 就 注意聽喔 有關農業處的習處長習樂貴 在泰瑪裡採購的世家 是事前的何銷是事後何銷 講清楚 對 因為我 還注意說喔 要注意說 不要吵喔 注意說喔 這六個大 這檢察官會有 來 請說 啊你不要作弊啦 你做了之後你去扛罪啦 事前何銷還是事後何銷 我所知道的是 他應該是買在前面後面 才 才那個 就是 付款 蛤 他是買在前面啦 齁 好像是可能是年初 年初的時候 那他好像是到年中左右 才付這一條錢 還是我執行完之後 他才趕緊 用一個會法的程序去核銷 是不是這樣子 欸 主要告訴你 你不要說不行喔 我不知道你 不知道忘了 不然你就跟他講不去喔 執行的時間跟那個 就是 那一個世家 核銷的時間的 我再請問你 前後 當初要買世家的時候 是不是有透過一個正常程序 你們做審核動作有沒有 如果沒有你就完蛋了啦 有沒有 我 我不知道啦 喔你不知道 你講啊 你的行政處長你不知道 要任何採購 不知道要先事前審核 你不知道 對 因為我沒有看到這一件 就是在 在年初 沒有看到這一件嘛 就是你沒有看到這一件 就表示說 他事前沒有跟你們審核動作 對不對 欸 議員 有些東西 可控辦案啦 比較注意的啦 你問很小心 要啦 有些東西 不會到我 好 不會到你 表示說你不知情 對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就事前貴購買世家這個 事前的審核 你不知情 對 我不知道 好 那事後你怎麼跟他審核 來 你說明一下 你不知道 事前又審核 已經通過了 啊 知道 我知道這一件 買世家的審核 通過了 買完之後 又依據正常的程序 你來 單影機或發票 那你來核銷 我再給你做一個核銷動作 難道顧問人員 不應該 照我講的 依法行政嗎 你說你不知道嘛 對不對 事前你不知道嘛 那事後請問 你怎麼核銷 說明 對 對 怎麼核銷 你有看到上面 誰已經蓋章了 還是你第一關 是你先戴 是你先戴的 核銷動作 注意喔 我 我沒有 忘了 不是不是 因為他應該是 他買了東西之後 他會蓋 蓋一個證明嘛 好 那個證明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那個收集嗎 有沒有 因為我 我應該看不到那個人 你看不到 就是表示說 他也沒有買 你也不知道 你就給他喝香了 好 我第二次再質詢了 等一下會很好出 你很小心 我沒騙你 你不要這個 我再跟你開玩笑 好 台中現場 我用見你的小金庫啊 龍位處 馬上水落石出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高美朱高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秘書長 以及主本 大家早安 我想請問一下原民處長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政府 在蔡政府底下裡面 他們都有講說 我們原住民要轉型正義 可是我們沒有收到 也沒有看到他的 對原住民的用心 我很清楚 原住民的土地 拿來的公平正義 我念給你聽啊 在第二十條 政府承認原住民土地自然資源權利 政府未辦理原住民土地之調查及處理 應設置原住民主土地調查及處理委員會 其組織相關事物 其組織相關事物令以法律定之 原住民主或原住民所有使用的土地 如海域要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 我們原住民本來就是以海為林 那我們通常也都在那邊耕作 那我們都知道在國民政府還沒進來的時候 都是原住民在處理這塊土地 不過國民政府進來之後很多我們的土地怎麼會變為中華民國之土地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處長你沒有關心到這一塊 你認為呢 其實這個有很多種的狀況 第一其實我們從開始現在就有真化邊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處長大聲一點 我們現在真化邊原保地的部分也都在做這樣的土地的轉型正義的其中一項 現在就是現在那個真化邊原保地也都沒有期限也都沒有時效性 隨時都可以提出申請 這個大概也是這個我們 那剛剛議員提出的那個狀況是 是不是可以再明確的指示一下是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才產生你剛剛講的那種的狀況 你私下來找我好了我先講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在真化邊原住民保留地在第14條 第一個海岸一定限度之內的土地 第二天然形成之沼澤的土地使用者 第三可通運之水稻 起沿岸一定限度內的土地都不能使用 第四城鎮區域內水稻沼澤及沿岸一定限度之內的土地 第五公共交通道路 第六礦泉地 第七瀑布地 第八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第九明勝古蹟 第十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我們都知道花東海岸阿美族是靠海而居的族群 許多土地都是臨近海岸 真化邊原住民保留地的初衷就是要把土地還給我們 不是嗎 是 那在散環我知道廖委員跟鄭委員有去開這個協調會 那我們知道在106年的4月28號有在修訂 有在發佈 讓族人有機會取回領海祖傳的土地 那我想請問一下 處長 你們有沒有 如果說我們取回這些土地的時候 有沒有應應作為配合的設施或是實施 實施這個原住民的土地 他這個是因為之前是受限於土地法第14條 所以他不得為私有嘛 那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 只要是工產機關同意 他可以增化邊原保地 他這邊我們相信就可以 我希望你們都要配合到我們原住民族人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拿到了他象權利之後 五年才可以拿到所有土地所有權狀 這個太漫長了 是不是處長這個部分呢 能不能行穩到我們圓民會 就是說要取得這個土地 你既然都有他象權利 我們要等五年才可以取得這個 土地所有權狀 是不是時間上太長 那你認為呢 處長 跟議員報告其實兩年多前 也有一位立法委員提出 修正那個三坡地保育條例37條 因為是規定是從 原保地的那個母法應該是從這邊開始 就是有五年的限制 那之前我們這邊 當然因為大家可能大家都認為說五年過長 所以後來也有人提出說 是不是在兩年內 就可以或者說甚至不用這個五年的限制 就可以取得這個原保地的所有權 那剛剛議員的建議 我們也會再提出跟圓民會這邊 會再做跟土地管理處這邊 在做原保地的一些匯報的時候 會再跟他提出這個建議 處長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喔 因為我覺得原住民要取得這樣的土地的時候 本來就是我們生長在這個台灣地區裡面 我們本來就是原住民嘛 原先住在這裡的人 那我們要取得這樣的土地的時候 是不是本來就是 不要說先給他那個什麼那個他向權利 然後五年以後要再取得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不合理 我們是要把它縮短時間 那在這裡我希望原民處 你們多多幫忙一下 或是行往過去說 這個都是我們原住民的犧牲好不好 好 再接下來我再問一下那個處長 我們都知道原住民運動會 大概是今年舉辦的嗎 在台中是不是 是 台中還彰化 台中 在彰化 那你有沒有關心到我們所有原住民的運動員 因為原住民運動會 這個是在教育處那邊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一般 除非是說 這邊有我們需要這邊社團一些補助的 我們這邊才會 社長 所以很多人的聲音都傳到我這裡 應該不管是原民處來接收這樣的運動會 那是不是我們有原住民的選手 選手 我們是不是要主動自己去關心他們 去慰勞他們 所長這一點你還是要多關照 那明年如果說在原住民運運動會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再跟教育處這邊去做聯繫 看我們這邊可以做什麼樣的協助 對這次有一個 就在106年全中運田徑鐵餅賽 我們台東有一個子弟兵 他姓楊 他叫楊伯恩 他拿到了全國的冠軍的鐵餅 跟青球銅牌 他目前在這個月份的18號要去泰國 那我們是不是來去主動關心這個小孩子 這個我們會後再跟議員這邊做 做看方面怎麼處理好嗎 因為他除了他拿到有全國賽的 其實在那個獎勵人才的獎勵金裡面 他也可以去申請原民會這一筆的獎勵 而且這個比賽也蠻精彩的 就是我們第二屆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所以我們是不是這裡要主動關心我們自己原住民的運動人才 希望這裡處長往後不管任何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還有你所有的課長 你們都要主動關心積極去來推動我們原住民的事務 好不好 再接下來我再請問一下處長 處長 上回兒我們在第一次的定期 第一 二 三 現在第十次的定期會了 那我想知道在我會議裡面都提過 你們在寒暑假裡面有沒有一種包套的旅遊行程要到各社區 我想了解一下 包套行程是沒有 只是說我們會把我們自己 因為之前有很多就是部落 其實還要再徵詢部落的意見 因為就像我們譬如說我們風年祭 有一些部落並不是很贊同說 我們找一些遊客到部落來參與我們的風年祭典 處長 其實那些不願意參與的部落 那我們當然跳過去 因為我們尊重各社區的需求 可是有很多的年輕人 年輕人竟然回鄉來發展他們的 就是那個創業嘛 那我想說你身為一個處長 你是不是要主動去關心到社區裡面 現在很多我們原鄉的年輕人自己種田 然後自己賣米 然後自己做手工藝品 這個你都應該要去了解 怎麼幫助他們 好 可不可以 可以 會後那處長有空的話 那你 我就陪同你到各社區去了解 你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江接受江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我來揪教我們原民處的部落建設科 我們三里部落的建物的這個認定的這個部分 謝謝 我上個星期 問了我們建設處 結果建設處長 表示說他沒有接到這個訊息 不曉得安全的狀況外 那請教協調之後協調結果如何 因為就這樣的一個 一百 從七十四年到一百零四年之間的這個房屋 要怎麼去處置 在秘書長那邊 在前兩個禮拜有開過這樣的一個會 當然是說 建設處他們希望是說 能夠核發使用執照的 能夠是一個安全 無利的一個建築物 當然我們這部分 要去怎麼樣去做一個 佔這個建築物的一個鑑定 我們這邊還是會再跟建設處 看是不是 我們可以再跟原民會爭取經費 去做佔一個建築物的一個鑑定的作業 建築物鑑定完畢之後 看是不是 符合 有符合那個 這個安全解構無疑的 我們再請 建設處 給能夠核發這樣一個使用執照 那您是怎麼表達意見 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說 就這個七十四年以後 一到一百零四年的 因為是 算是在 議員在 也暫時為民眾請益 這部分 確實是在 以前在作戰的一個土地的一個 邊跟邊定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錯誤 我們也希望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不能造成民眾這樣一個困擾 所以說 不管是這樣子一個從結構的鑑定 還是後續要怎麼處置 我們都一直希望能夠跟 山里部落的族人一起去 看怎麼去解決 拿到實用執照 好 那建管科 講這個話 根本就在推卸責任 整筆土地 明明明就是縣府在七十四年 七一計劃法實施以前在做辦理土地 編定的時候 是瞞著眼睛編定的嘛 那個早就存在著部落 把他編定為林業用地 這是政府公部門的錯誤在先 以至於 該部落的鄉親 他即使想要蓋房子 他想申請建造 想取得使用執照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七十四年以後 七十四年以前 王公正明時代 那個那個認定 可以直接認七十四年以前 那就是合法的建物了嘛 可是七十四年以後的 你說要經過結構記事的認證 我請教有幾戶 能夠拿得出這個認證費用 科長你去看過了嘛 他們的生活條件怎麼樣 是不是 你想有幾戶能夠拿得出來呢 就 我們剛剛也跟議員報告 原明會這邊 我們也會在 是不是 這個計劃 居然已經在推行了 能夠 把部落的這樣的困擾 有益力能夠解決 我們會再持續跟 原明會再爭取這個 八十五年 在 真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也是蒙著眼鏡邊 眼鏡邊 明明知道他太極存在的 離業用地 還有河川洗水區 就這樣子一畫 然後就不負責任 一直到本席到議會來 一直講講講講講講到上一屆 好不容易我們江慧清處長 有那個去破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試著來辦 應該有機會可以辦 好部分一百零三年完成了 我們原理以為 縣府會 就這個問題 誇局處來去討論 沒有想到監測處也是這樣子 雙手一攤 所以我上週我要求監測處 請縣設處三個月內 自己想辦法 就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不然的話 左手橋我 追加檢疫算我們左手橋 我覺得說得到做得到 所以請您科長 處長 您也是一樣 下次的協調會用 務必要堅持這個原則 這個是我們縣府內部的事情 儘管是我們負責的 我們縣府內部 應當要想出一個適當妥善的辦法 因為這不是老百姓的錯 這是行政部門的錯誤 所以行政部門有責任 來為百姓來去解套 所以處長 您跟科長兩個 一定要堅持這樣一個原則 因為我不相信原理會會肯 補助所有的認證費用 結構機師 所有的認證費用 我不認為原理會會有那個氣魄 會有那個擔當 因為他一定會推給縣府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這個問題我們縣府一定要來解決 要不然老百姓 空歡喜了一場 103年歡歡喜喜 你從現場的手上 接到這個保留地的發向權利 所以那個時候是發給所有權狀 可是呢 後續呢 房屋卻還是違法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要很嚴肅的來去面對 我們要主動的再跟建設處來去協商 我知道健康科科長還不可能答應 所以當天我當場要求建設處長 包括我們前 我們在建設處相當自身的 我們代理的孤季科科長 我請他們共同來設法 找出一個可以解決的辦法 所以請你跟科長 兩位務必要堅持說 務必要由我們縣府來 研你出解決的辦法 好不好 好 我知道 好兩位先請坐 接下來我要就叫 明卡科長 前陣子 我到部落去參加 母親節活動 結果我頭都不敢抬起來 我都頭低低的 因為 我們很多同胞 靠伐木為生 自從水保科換了一個新的成敗人 問題就像我前次跟您提到的 一筆造林地 有部分坡度超過25度 結果就說整筆不能砍法 我們同胞照理 達到了司法年限 也以為可以換現金 可以改善家庭生活 伐木業者也都安排好了 他的伐木的這個時間表 他也跟財商 木材商也已經講好了 他有什麼樣的木材 要賣給什麼樣的木材商 甚至要賣給做木屑的 人家都聯絡好了 結果申請了幾個月 仍然沒有辦法下來 原因就出在其中有一小塊是超過25度 柯長您說 這怎麼解決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因為去年開始 麻煩你麥克風稍微拉一下 去年開始有那個禁法補償條例的通過 所以我們一般是會鼓勵 我們有元寶地林地的族人同胞 如果不急著要做書法 或是其他的利用的話 可以多多利用我們禁法補償 那如果真的有走到需要做罰財的部分 當然就是依法申請 那像剛剛議員講到 如果是有部分是沒有辦法 其實可以把那一部分切開來 我們都會做這樣子的處理 你只要把面積扣除掉就好了嘛 沒有錯啊 對 是不是 他雖然是整筆土地 你只要把面積 剩百分筆的面積扣除掉就好了 那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合准下來呢 如果是個案的個案的話 我可以等一下來了解一下 不過我們一般 就像剛剛議員所提 我們會針對不可不不以罰的部分 扣除掉 其他可的還是要按照民眾的申請 這是他的權益 這個我們在認定上 一定要去考量到這個部分 照領務應有的權益跟罰財業者 人家都已經事前都已經講好的 人家要把一塊區的都不申 不是說我今天講明天罰財欸 人家可能是兩三年前就講好就業好了呢 了解 是不是 所以這個問題要去考量 另外 進法補償 這是好的政策 可以讓我們的山林 維護一定的這個水保功能 尤其是涵養水鹽 也可以避免臨近附落遭受到災害 抱歉時間已經到了 等一下我下一階段再講 好謝謝大會主席請坐 謝謝議員 好謝謝江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大會主席 這個局處長 我想請教請教一下環保錡局長 我們立島那個前陣子的重油污染 剛好是在禮拜五的晚上 3月10號 對 是不是 我打給 局長的時候 局長在開車 是我在開車 對 是議員第一個通報我的 對 是 那 局長就 因為你開車不方便嘛 就交代副局長 然後就啟動 SOP 然後就跟環保署通報 是 是 我記得那個時間我非常的記 清楚的是7點多嘛 對不對 是 你知道嗎 第二天的全國的新聞媒體啊 是我們劉兆豪八點多啟動 這個機制的 那你打 你們打電話的時候是 環保署已經知道了嗎 那個 是我們 跟環保署 環保署我們承辦人 他是比我早知道這個事情 他已經跟環保署通報 然後 一言您 就 打電話給我 給我 那就來開車 然後我們也請副局長 趕快就是 訂那個 要過去的那個傳票 然後我們啟動的機制 也跟環保署聯繫 所以 在3月11號早上 我們就到達那邊 也清了 這都這個整個機制的啟動 是我們環保局 跟環保署聯繫啟動的 所以 那時候我們也跟 這個 綠島公所 還有他們的那個 管理處 齁 我們都一起啟動的 所以嘛 是 還好我們 等於說是 課長就 早就已經 在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他們已經 是 不過也謝謝議員 就是因為你也非常關心 不是我 我是要釐清一個事情 事情就是說 是我們地方 齁 通報的齁 那中央就 掛長尾 我最討厭這樣的人 實實在在的說嘛 你幹嘛要這樣呢 齁 那 在這裡也要跟 感謝局長齁 我們那個 處自得以 第二天早上 一大早 那個 鼠里跟我們 集體的人都過去 齁 那也要在這裡齁 感謝 立島的一些志工 齁 一些潛水人員 是 想盡辦法 還拿那個 撿那個木條啊 下去 海底的那個重油 那沉下去的那個 因為你用手抓啊 抓不起來 根本那個 手套啊 你根本抓不起來 齁 那用木頭去滾滾滾這樣 帶帶帶 事實上 污染很嚴重 後來 集長這個 偷放油的這個船 抓到了嗎 呃 它是屬於 那個歐洲的一個 一個 一個國家的 現在已經有 登船去 檢查 然後那個 我們環保署 也有去採樣了 他現在還在比對當中 好 所以集長 你責任重大啦 齁 這個 我們台東的兩顆 明亮的 明珠齁 綠島蘭嶼 那 我在這裡就順便要講一下齁 這一次的那個 十二海裡的這個 漁槍的事情 這個我們中央齁 不死人間煙火的 齁 天龍果的一直認為說 那個漁槍就是破壞 破壞 破壞這個 珊瑚礁儀類的生 生態的齁 的殺手 那我不以為難 齁 我都要認為齁 局長 是 我看到你們 我們台東市啊 現在在 生活會水在 在走那個 地下板道的線路 齁 齁 我是 非常的羨慕 非常的忌妒齁 齁 我綠島 四個地方 小型的就好了 因為有四個聚落 那發展光光 現在三十萬人次 光那個防曬油 洗髮精 齁這些東西啊 生我的會水排放 經過水溝 就沒有經過 廢水的處理啊 就排放大海啊 這個才是嚴重的 珊瑚礁的殺手啊 而且齁 中央還搞一個 這個我們原住民的 可以打儀 這個一般的移民不能打儀 在這樣子的分裂族群 齁 還感謝陳寅立委齁齁 齁 還替 漢民主講話說 這個 應該是不要禁 不要禁 這個是 憲華富裕的 那個 人民的權利啊 你怎麼可以違憲呢 結果他 做法律漏洞 他不敢把一槍禁起來 他就給你定十二海里以外 我跟你講奧運選手 給我 游個一海里 兩海里 他都受不了 還游到十二海里外 所以我在想喔 局長這個 我們看看能不能 跟現場報告一下 立島 只要試做檢疫的 也就是小型的 造價差不多多少啊那個 跟議員報告 那個 污水處理場 這個是建設處 去爭取來的經費 那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這幾年 在我們那個 中南寮 都有一個那個 失地式的一個 那個污水的一個 進化的 那那個是當然是很簡易的啦 那個可能 你那個是自然工法的 對對自然工法的 可是 反不計極呢 那個自然工法 這個 這個 陳如歇言所說的啦 這個可能 還要比較 更好一點的 那個設施 那個設施 我們用自然工法 但是 欸 多少有一點功能啦 那這部分 我 我會跟那個 監設處長轉答 是 好啊 因為應該有時候 跨局處要稍微聯絡一下 聯繫一下 那個 議員在這裡 這個 為百姓請命 為地方請命 如果我們早在十年前做的話 今天 大概我們移槍也不會被進到十二海里以外 好 是 那 有一個遊客 從 在浮潛的時候 稍微游出去一下 十五天後發現 在歐吉尼瓦 他穿救生衣 就 頭也沒有了 腳也沒有 四肢都沒有了 就那個救生衣 包覆了他的屍體 那個屍塊 胸部的屍塊 十五天後就到歐吉尼瓦 你說十二海里以外 怎麼打你 所以 這個 還有幾場 立島有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我曾經提過 這個 建築廢棄物的土方的處理啊 這個環保 的問題 算很嚴重吧 如果是建築廢棄物的話 是屬於環保 但是如果是 剩餘土方是建設處的 是 不是 我們現在 不要來問是誰管 局長 我也沒有責備的意思 是是是 我是來想說 這個是 環保的 一個很嚴重的議題 是 你也不可能用鹽買的 也不可能 對啊 對 那所以說我在想 這個在 在我們以後 應該把它列為一個方針 一個立島應該 現在在發展觀光 這個建築物常常在 在大新土木的情況下 我真不知道 那些土方都跑哪裡去 我們可以找 國有財產局的土地啊 或是 包給民間喔 人家有 大的土地可以來 做適度的處理 然後 你既然要叫我們 蓋房子要從 殺死要從台東印的話 那你會去土方給我印出來啊 你編預算給我印出來啊 對不對 而且 給我訂定這個 要用台灣的殺死啊 避免海沙屋 我現在那個立島那個服務處啊 服務處啊 就是海沙屋 我自己蓋的啊 三十幾年了啊 沒辦法啊 比我台東的房子還要好 台東的房子 會漏水 那你這樣子又不夠補助 等於說你台東 一坪如果蓋個十萬 我那你要十五萬啊 所以說 這種的建物啊 常常在製造矛盾製造不公平 那這個建築會去土方的這個問題啊 我希望 這個局長喔 能夠跟建設處 以後有時候這個 相關的會報或是 各級處有在一起開會 開會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把它列為 我剛剛講的以上幾點啊 都列為我們 以後的這種 這樣讓 立島的百姓有感嘛 我們來研究看怎麼協助 好不好 這樣子啦齁 局長我告訴你 是 立島不受這個 中央政策啊 入客不來的影響 因為立島原本就在做國民旅遊的 是 所以大概要影響也要 三年後或說 群體的這種 效應出來的時候說 整個台灣的景氣不好的時候 大家不晚了 不到立島完 可能 遊客才會下降 所以這個問題 目前就在進行是 所有生活會水的這一方面的 刻不容緩啊 所以我說局長我們 應該在這一方面喔 把它列為首要的 不管你 像環保署爭取 或是我們 建設處 向中央去 爭取 都應該來爭取的 應該 你也可以從環保署那邊爭取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黃天德 黃議員 大陸主席還有各局處 的處長和課長 大家早安 我們 民政處的 大處長 針對我們這個 南米鄉民的意外死亡後 必須透過台東地方法院 跟法官的相驗之後 我們的家屬的大體才能下葬 你對於這種相驗的方式 對我們的習俗後有衝突 請問這種方式 有什麼可以比較簡單的方式 檢驗的方式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這個問題我跟地檢署溝通過 就是說因為 藍椅的習俗大概 一天兩天內就要下葬 但是相驗會涉及到台東地檢署的法醫 到藍椅的飛機的問題 所以我是希望他們 就是說盡量跟我們的 在地的衛生所能夠做業務的聯繫 可以委託來做相驗的方式 他們說他們在演藝 是不是可以採行這種 這種是最快的 有當地的醫生直接來做相驗的工作 這樣會節省時間 而且也能夠滿足許屬的需要 因為相驗是誰 我們檢察官來的時候 我也跟他談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衛生所跟還有警診 還有消防這一個後 沒有辦法做一個相驗 變成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等法官過來之後 後來鑑定之後才開立這個死亡證明 報告業 就像成功 我住的地方 其實相驗就是委託在地的醫生 醫生來做相驗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會再繼續協調 因為藍椅衛生所的醫生都有醫師執照 我想如果做一般的訓練 應該是可以取得法醫的資格 其實這種的在藍椅那一次過來的話 他是絕對是行不通的 一定是慢的 對 一定是慢 像今天像這一次幾月 3月還是4月 就有一個就有一個往生者 他是在海邊往生的 但是這個歷屬算是海巡屬的嘛 你海巡屬的話 他有沒有沒有相關的這種科系出來的 變成你不能相驗 他必須你要等這個檢察官過來 你過來的時候 相比是今天 昨天往生早上一定要送 為了這件事情 我跟我們跟處長還有我們的這個法官 這樣子跟他周旋在這個時間內 這時間內你早上沒有辦法送 結果這個商家一直等到中午 中午之後你說飛機又不行飛 然後又等到下午 下午之後 法官說趕不上這架飛機 那沒有辦法 只有送帳了 你送帳之後 我下午已經2點到3點多 你就不能再送了 因為你必須 送完的話 將近要5點多了已經按下來了 這個問題 來於延伸了好幾年了 變成說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說你這一方面 我想說你看到的那麼多了 但是有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些 像說我們可以 我們幸福這邊可以說暴鬆一些 或像衛生單位這個 或可以去考這個相關的科系 包袁我想從兩個途徑去談 第一個途徑是 如果不涉到 不涉及到法律的程度的話 我們是可以跟台東的地檢署 來協調看看有沒有什麼處理的方式 如果涉及到修法 我們再跟延民會或是衛生署來做協調 我想因為 直接委託在地的醫生做相驗是最實際的 最滿足需求 我想我們 我大概下禮拜 就是說我們今天我們做完以後 我們會找時間 我們也許我就會跟你一起去拜 拜會一下地檢署署長 不 台東地檢署署長我們來一起談 好了 看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式 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真的是延伸到太久的時間了 因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於我在商家一天 從早上到晚上一直陪著他們 為的是什麼 給他們一個安全感 跟這個對習俗的這種大提下障 我知道因為那天我想 議員一直打電話給我們 也一直打電話給地檢署 地檢署 他說他們會盡力 但是因為天後的影響 所以我想 對啊你 我想我這種事情應該不要再發生了 所以我們去 但是你天後影響 你會造成 你看他這次的這種商家後 他是意外死亡 為了這個等檢察官 等到後 真的商家都開始生氣了 那我們的習俗不要做了嗎 那為什麼一定要配合你們台灣的這種方式 來驗收我們的這個家屬的大提 你變成是這樣子 那我們一天我們的習俗我們可以跟 好啦就像全神啦 全神的所有上障的 有沒有像蘭嶼這樣子還保持這種習俗 現在唯一的蘭嶼就這個習俗了 全神喔 包含到所有的原住民 你看不到這種習俗 你要不要保存這種習俗 是不是處長 我想我們 我們再協助處理看看好不好 再協調看看 因為除了這些出來 我們的 像我們這個三藏 只要這個部落往生者 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停掉 變成蓋房子造舟慶典 但是生孩子例外啦 繼續生啦 這一點我還是 我還是要要求我們處長 就是這個想盡辦法 幫我們看看 因為我們蘭嶼還有一個警察 還有一個監事課 監事課的一個所長 他也是 但是他也不行啦 所以這一點 為了要等這個 像說我們說的 家屬有沒有保險 或幹什麼 當然是他自然死亡的話 直接開立的話 他得不到這個東西嘛 變成衛生所開立的話 他是得不到嘛 他的保險 是不是意外死亡的保險 對 問題又產生到這一邊來了 所以處長 像這種的話 如果說他有這種保險的話 你怎麼處理吧 這個 是不是一定要等檢察官 對 因為他們要認定是自殺 他殺 還有這樣 跟保險局部有關係 對啊 這個有關係嘛 所以我想說 能不能說 像我們 衛生單位 警政還有海巡署 如果說可行的話 我們可以用視訊的檢驗方式 跟我們台東的話 應該可以吧 還是 這個是很有創意的想法 對 但是我想我們可以 可以再多方看看 想想看看可行的方案 我想 我想我們會 會審慎的在 馬上去做處理 因為 死人是不會等我們的 所以我想說 我們大概 會盡快 趕快處理好了 因為 老實說啦 這個也是我 我當次處長以後 第一次碰到 第一次碰到 我想說我們會 會盡快審慎的 去協調看看 當然 你是但是我來 已經常碰到 這種事情 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 你相共所謂 有幾個冰櫃 目前 目前 冰櫃好像是幾個 兩個 兩個冰櫃 對 剛好 這一次後 我們拿到的是 壞掉的 沒有辦法結冰的 他有結霜 沒有辦法結冰 但是 下午到 因為他是晚上 下午要送贈 差不多三點 兩點多送贈 都說 屍體是溫的 這個怎麼處理啊 報 報 報議員 上一次我回憲 我就跟你講過啦 就是要增加那個 什麼冰櫃嘛 對我實際上有跟 相公所協調過啦 我說你們 不是沒有地方 可以放冰櫃 而且我們 我們離島建設基金 跟花東基金 都可以協助你們 你們來買冰櫃 甚至蓋一個臨時的 放置屍體的地方 那我們其他 土地便康便利 我們都可以協助 但是他們就是 不報計畫 我們不能搶過去 因為 墓正是地方 鄉鎮公所 自治事項 我們不能搶過去 去做這個事情 我想我們還是 繼續協調他們好了 你這個冰櫃說實在啦 因為 一般的話 管理者應該是 公所都會叫 外地人做管理 但是 外地人不會做 這個維修的方式 因為你當地人 叫他去做 他絕對不會去做這個東西 這又是習俗了 害的或 難以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想說 你這個冰櫃的話 最起碼 要定時維修 你要跟 跟公所 我也跟公所講過這一點 你不要說大體後 沒有人動 變成是溫德 這個怎麼辦下去 然後到最後 你第二天 這個法官沒有來 海巡手又幫忙去挖 警察又幫忙去挖 這個怎麼辦 你真的不重視我們大體 這個往生折的 法院 我實際上真的有協調過 台東的殯葬業者 說能不能在 藍椅跟綠島來做協助 那綠島那邊 現在是農會在協助他們 成功的 我也請協調來 旅島人去 他們都大概 綠島的OK 但是藍椅的齁 這邊的便當業者講說 藍椅第二天就漲了 我們去那邊設 大概都根本沒有利潤 所以我當公所講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你們要處理了 冰櫃要多少 我們都可以幫你們 徵集在發動基金 或是在 離島監獄基金來協助 但是他們不幫我們 再繼續請他們幫忙 所以說 處長這一點後 我想說你盡力一下 因為這個後 又到夏天了 又有很多的遊客了 但是我們後 不詛咒這些人 因為對來影響太大了 但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商家 海巡署在挖的時候 他規環的那個 他的那個是放位後 也是完全錯誤的啦 明明是 我們是背對村子裡 他是變成是 他下葬又面對村子裡面了 這是一個禁忌了 所以這一點有時候 你再去挖 我們已經對你不高興了 請問台灣有這種的嗎 因為死亡的 你竟然還要拿出來 給他挖起來 然後我知道裡面後 裡面的 你要怎麼相驗他 我也知道 我也不想講出來 只是挖看 然後怎麼樣 還不是衛生所 在做一個報告呢 對不對 我想不管怎麼樣說 這一點後 那個處長後 就是 我們求衛生所後 還有這個 像警政 還有消防這一點後 盡量協助看看 有沒有辦法說 給我們協助說 用比較最簡易的方式 後來完成這個 相驗大體這個問題 這一點後 我會跟處長 往後後都會去跟你聊這些問題 希望齁 再加上這個兵潰 一定要跟公所講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麻煩我們處長 謝謝大會 會 好 謝謝 藍裡的這個 藍裡的這個 洗手是 很像 只有藍裡油而已 這個應該 我們大家都要想辦法 就把它保存 對啊 沒有 因為 因為你們根本 也不用用到那個 冰箱啊 你們都直接 還沒有斷氣 就把它送出去了 不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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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上半場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我們10點40再主持開會 好 謝謝 好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下半場 第一個執行的議員 林崇漢林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早 首先 請教環保局局長 局長 局長 那個 資源回收的業者 是 他一般來講 應該有分 分成績吧 是 他大概分幾個成績 那個 他是到一定規模 才是我們列管 還是要不要請科長回答 好 那創作請坐 局長你坐 議員好 就是在資源回收的 列管的業者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分 就是有達到他一定規模的 例如說 像他的那個 整個的面積有達到 一千立方公尺的 我們就會有 要請業者來申請這樣子 那另外一部分是 我們也會去機場的部分 但是他還沒有達到 我們列管 你講的規模 是因為他廚房的規模 還是因為他的資本 還是因為他的 可以回收的 比如說他可以回收金屬的 或者塑膠的 有沒有分類 或者是 以哪一個來做區分 他的規模 是 跟議員報告 他整個儲存的規模 儲存什麼 整個儲存廠的規模 儲存廠的規模 那 本縣這邊問你 是 本縣的回收業者 列管的 或者是登記的有幾家 目前的話 就是有列管的部分 是七家 然後就是 有登記列管的 那另外的部分 就是沒有登記 但是我們也會去機查的是十七家 十幾家 十七家 就是有列管的十家 沒有列管的十七家 有列管的十一家 有列管的十一家 十七啊 十七家 十七家 然後呢 沒有列管的 沒有列管 但是有 就是沒有登記的是十五家 沒有登記的是十五家 是 我看這個大大小小的 可能不只這個舒適樓 是 整個台東線 我看那個路邊 隨時 我看有很多地方 這個 隨時 很多地方的街道 或者是空地 好像 好像也沒有什麼樣的限制 跟管理 好像就 就堆放起這個回收用品 當然本縣知道 這些回收業者都很辛苦 可是如果說 堆放貨物 堆放一些回收用品 嚴重影響到 路人用路的安全 或者是周邊住戶的 清潔的考量的話 這個就是環保局 應該要限制 或管理的地方 那本縣請問你 十五席 衛列管的 那客廠你這邊有沒有 管理的辦法 還是你們 都沒有辦法去管理 我們的話就是 就是 倘若說 因為我們會有固定去巡查 那倘若說 有 剛剛議員所說的 這些狀況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輔導這一些 就是可能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住家 或者是說 有一些 他可能就是 長期有堆放的這個部分 其實本縣在講 是 你剛才講的 大概有三十幾家 有登記 也沒有登記 應該怎麼這麼講 有些是很小型的 那 我剛才講過 因為個人的生計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時候 說實在話 一本縣立場 大概 我都可以去體驗這些回收業者 但是如果說小型的回收業者 已經堆放到很大規模的時候 足以影響官瞻 足以影響到住戶的清潔 用路人的安全 這個課長你就要去管理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買賣的 因為我記得 三個月前 四個月前 我跟局長有講過一件事 在黃昏市場 後面 也有一處回收業者 就是漢陽北路的 那個地方 去本縣了解 應該是住宅區 因為他前後左右 還有學校 旁邊就是豐榮國小的用地 那前後都有住宅區 還有黃昏市場 可是那個堆滋的狀況 柯長你有時候去看一下 那個已經是到了很 很大量的一個狀況了 之前還 之前 本席還跟局長講過 但是局長可能有去 去跟業者說過 之前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鐵皮 哇那個 我開車經過 那個垃圾好像隨隨砸下來的感覺 但是現在好像局長有去 有去規勸 所以他那個又有內縮 有 局長你說明 那個業者上次指示以後 我們馬上過去 他有那個 把那個擺放的東西調整過 就是他一來 要到隔離 所以那個那天 我們有去 而且有去副廠 如果會後可以提供這個資料給那個 因為我每天都常常經過 事實上他有內縮 是 所以他的 他主牆 那 我當然是指單一的個案 是 我想想可能也有 其他地方也是像這樣 有像大潤發那邊 我們最近 才去 那個 巡機場 因為他用 他已經 站到那個 那個人家的那個 交通的那個 那個路橋下面的迴旋道 那 其他有改善 對啊 因為本行 那時候上次跟局長講 我們從那邊匯車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跟其他測量匯車還是跟垃圾在匯車 那 我覺得 覺得那個 我希望這個科長跟局長還是要管理一下 管治一下 好 我們增加那個巡查密度 好 局長謝謝 謝謝 請坐 謝謝 你叫原民處的那個 部落對設科科長 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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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叫你喔 親愛的招呼你 沒聽到我的聲音 來曹長 有 那個 我們 市區的部落 好像很多 這個 部落主人跟我反應 大概有很多的 部落的建設好像 就是 有關這個巴拉觀音聚會所建設 有很多好像已經殘破不堪了 好 那 科長你距離所思 提出需求 大概有幾家 幾家 幾家 就 目前 就 以四七為主的話 市公所提的 就主要有 新 新原 新原的那個 舊的 對對 新原的那個 突然想不起來 那個 新原部落 還有那個 卡拉圓部落 跟那個 市維寶山的那個 部落 他們 因為有需要 要增加那些 廁所 還有一個 他們的儲藏室 這樣的一個 需求啦 我現在好像有發現 好像有好幾個部落 比如說 薩斯瑞亞部落的局會所 的鋼棚 新馬蘭 鋼棚 他們的需求 對那個 卡拉圓部落的 這個 主體的建築物 對 他已經破就不開了 是 好像還有 寶山部落的聚會所 還有一個 科長你還沒想點到的 我那天去參加母親節的時候 我發覺他的聚會所 他的那個 主體的建築物 是幾乎全毀的狀態 那個 巴薩瓦利 富剛的部落 因為巴薩瓦利 他是屬於一個 傳統的一個 他那個 他那個復建的狀況 有沒有跟你們 原意書申報 有那個 在去年那個 尼泊特的 巴薩瓦利那邊 就有 核定108萬 就他的那個 傳統建築物的部分 去做整理啦 對 那個有 然後就 我記得 東莞處那邊 也針對他的 廖望台的部分 也有去做 補助給施工所 那他那個 主體建築物呢 他主 他主體 對他主體建築物 因為議員所稱的 就是他 一個 整個倒下來的那個 對對對 對那個就是在 圓明會有補助啊 傳統建物的部分 什麼時候 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開動工啊 因為施工所 還是 封泥機也快到了啊 他們那天 我去參加母親節的時候 他們有 強烈的需求 希望那個趕快 建築起來 你說經費已經到了還是 對 那個是去年 12月的時候 就有送到議會去審查 這筆 施工所在發包 目前在發包 現在是發包 對他在發包啦 還在 你發 你什麼時候開始發包的 施工所 那時候之前 我們是希望他們用 用部落的公班去執行 因為他是屬於一個 傳統的一個記憶嘛 我們是希望這樣 可是 施工所給我回覆的是說 當地沒有這樣的一個工班 也沒有協會 可以承接這個 所以他們就採行 就公開的招標 這個方式 他們本來學卡 那個改拿提布的 代工代藥的方式 對 當地的主人 那現在呢沒有了嗎 現在就是在等發包啊 他們的作業 那肯定 封電器是沒有辦法完成的齁 呃 這個部分可能就 可能就沒有辦法了齁 因為已經五月了嘛 不過客廣 你還是把這個 這個進度稍微整理一下吧 把市區 所有申報的 但是如果有或沒有的 我們都要跟他做個解釋啊 是 前幾天 我們講說 化妝基金計畫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申請 客廣你也跟我溝通過嘛 是 還是要把這個先做好 你先把它整理好 再匯報給本席好嗎 好 好 客廣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林崇漢 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陳志豐 陳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欸 我們請那個 民政 出場 欸 我要問的是 原宵問題 你要回答 還是要我們這個 你回答嗎 我回答就好 你回答 這次 延宵節 辦過了 齁 在經費有限之下 我們縣府也有一些幫助啦 幫助我們這個延宵總是 也順利完成 就你認為齁 這次的延宵辦得怎麼樣 嗯 保安 這次延宵基本上 民眾齁 普遍覺得比過去進步啦 進步 進步 進步在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時間的掌握上 這次繞進大概十二點四十 四十五就結束了 那第二天的表演大概十點就結束了 民眾覺得欸 有走向優質的感覺 然後 第二個就是次序 跟去年來講是差很多 今年是好很多 尤其是這一次的路線 從東女到臨海路這樣 感覺上秩序很好 第二天的 集中在南京路的表演 也讓大家感覺 欸 對民眾的生活的影響很少 而且表演得還算不錯 第三個就是炮竹 炮竹好像比 跟去年比較之下是減少很多 所以一般來講說 欸可以好像 我們自己也覺得說 欸可以慢慢朝向優質化的方向走 可是大家是蠻肯定的 處長 炮竹的問題喔 也不單是民眾的問題 炮竹的燃耗 有很多面向 欸 因為 共同的神明不一樣 有些神明需要大量的鞭炮 可是在管控上 應該還在容許範圍內 是不是 呃 有關炮竹 我可能就要請消防機來回答 因為炮竹的 不是啊 如果你要請消防機回答 這個又牽扯到法令了 呵呵 那我民宵又不用辦了 呵呵 啊 其實 你覺得明年還要辦嗎 我想習俗 我沒辦法決定說明年要不要辦 但是由民間 不是啦 這在你們的立場嘛 這是針對 我們台東 這個日 這個節慶也是在我們台東市中 我聽到的聲音是 廟會的朋友好像都希望能夠仔細辦下去 好啦 我是希望說 辦也不辦齁 明年再說啦 是不是 如果有辦的話 我希望在年底 可以看到我們獻服的誠意啦 因為 這次辦 也是大家 我們 一位同事 大家的努力啊 你們也可以決定一切啦 要也不要 希望在你們 年底的議題的預算上 能有所表現 齁 就這樣啦 另外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八千八百億 你有什麼看法 前瞻計畫 啊不勒 現在統坑也多而已 各位處長我等一下還是會問你們齁 我想目前大家質疑的情況就是說 可行性評估沒有做審慎的考量啦 這個大概這個 第二點就是說 都很齊處啦 都很齊處啦 所以大家現在各省市政府大概就能報的盡量報 但是報了以後有沒有希望 那這樣啦齁 就我們台東縣民政處 我們可以收益有多少 呃實際上我們可以 我們幾乎就民政處來講幾乎沒有受益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報的是城鄉 但是他們客委會就指定說 台三縣台九縣就不就不給 他們指定台三縣就一就台三縣的 我們的客家客家鄉親都是在台九縣上 所以說我們跟花蓮幾乎沒有機會受益 這是你的看法啊 還是縣府的看法 不是 他們中央就已經指定說 客家委員會的補助事項 就是前瞻這部分 就只限台三縣 所以我們要報計畫說你們不用報了 我們這次指定台三縣 所以台九縣的花蓮到台東幾乎不能報 在城鄉這計畫這部分 好 謝謝你請坐 那個我們環保局 議員好 同樣的問題 八千八百億 對你們環保局有什麼收益 目前只知道他有考慮就是一個 綠島的一個綠南的一個園區的一個大計畫裡面 環保局裡面有一部分來處理就是 綠島看看垃圾這個問題的這個區塊的問題 這個是計畫型的嗎 是報計畫嗎 還是直接補助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要再報細部計畫 那當時有提這個概念 細部計畫 如果是這個細部計畫你們可以報到多少 我們當初我們現在是報一億啦 我們環保局的部分 但是合不合到這樣子不一定 但是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還是要準備其他計畫 這是花東的嗎 還是八千八百億 都是這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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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還沒有說核地要給我們 好 你請坐 謝謝 那我們相請 趕快 八千八百億 跟陳議員報告齁 在前瞻計畫裡面呢 本局目前提報的有 七個消防據點的整件跟耐震補強 的計畫 大概有一億三千四百萬 那第二個案子呢 是我們打算建構一個 智慧型的這個消防整合管理系 局長我們這樣說得很快 你若稍然沒有 你覺得有可能在哪裡 欸 盡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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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信心嘛 是 我們的對口 內政部消防署 我以前都跟市長報告過 市長也答應要替我們清楚 我可以這樣說 也是沒有信心 蛤 也是沒有信心嘛 沒有 報告嗎 對 有落我們的 沒有又努力 是不是這樣 我們盡量爭取 盡力爭取 好 你請客 盡量 盡量處長 你覺得呢 部分 我知道在這個前瞻計畫裡面 有撥20億是給原民會這裡 來去做基礎建設 照顧服務跟產業升級的 這幾項的計畫 那我們自己本身 原民處這邊就提了 28億多的計畫經費 那當然能不能爭取到多少 就要看後面我們提報的 就是因為競爭型計畫嘛 就是我們要親自上去去做簡報 好你請坐 你請坐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未知數啦 其實你們基礎長也沒有一個信心說你們可以要到這一筆錢 何況台東齁 所有的經費都是從中央來珍惜 因為你們裡面的所有的計畫都沒有寫到 都沒有寫到 都沒有寫到說要造那個 輕軌 如果說你們的計畫裡面有寫到輕軌 就有可能會要得到錢 行政處長 你覺得我們台東需不需要輕軌 台東很需要經費 輕軌啦 輕軌 經費大家也會 應該不用輕軌吧 目前啦 我不跟你講說比例哪個縣市需不需要啦 你們裡面的計畫如果有寫到輕軌 應該是 附帶的應該都會準啦 是不是 八千八百億用在四千多億 用在輕軌在各縣市 啊我們台東 你請坐 在我們台東環保消防 甚至民生問題 零零總總都需要中央的 經費益助 可是只不過是 我們沒有談到 需要建設輕軌的情況下 我們就錢沒了 我們的錢就不見了 這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 也是感慨啦 像我們的消防設備不足 我們還要寫一個什麼計畫心 去什麼 去補助 我們台東的垃圾問題 需要環保署來跟我們協助 也是幫忙 還是要寫什麼計畫去 需要中央來幫我們解決 可憐啦 這是台東的悲哀啦 啊 我不想問你們什麼 我只想問這個八千八百億 對我們台東線有什麼幫助而已 啊 這個問題 你的個人 每個人去想一想 好 謝謝主席謝謝 好 謝謝陳之鋒 陳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洪中海洪議員 謝謝大委主席 首先有請我們原民處長 我們昨天討論的那個工程的部分 貝殼的那一個部分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目前我們這個貝殼的這個叫做我們的首創 商品區 這個首創商品區目前招商的情況是怎麼樣 呃 那議員報告 之前有跟那個ATT的那個經理 他們說是 一二三樓的部分 是有招商 有招到 都有招到 一到三樓 因為他那天是講說 一二三樓是有招商 那他招商的內容是什麼 對象 其實在我們 其實我們就是點交之後 他們必須要在六十天內去交一個經理的經理 計畫書 那在我們原民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 他要種文化特色 然後行銷在地的 文創的商品為主 然後就是要促進我們原住民的就業 那要先 先有這三個原則 那他當然是他 因為那邊畢竟是原住民的文創的商品展售區 要有一些是 要有跟原民文創有相關的 要有一些還是 只要進駐的廠商都要跟這個有關係 應該是說 如果嚴格來講是要全部的話 應該是 只要是說他的 他的那個是跟沒有偏離到我們原住民的文化特色 還有就是 有一些其他的商品店都有在行銷展售 我們的那個原住民的在地的產品 那他現在跟你回報說他都已經 一到三樓都已經招商成功了 那你現在目前知道他 這一到三樓的招商的廠商的內容嗎 還沒有因為他我們這邊 因為最近就是他在談 我們因為點交的一些細節還沒有完成 所以點交之後他才會在經營計畫書裡面 才會把他所有的廠商的這些 這些資料才會在這個裡面 所以經營計畫書是應該在一開始就提出來 還是說他已經都早上晚了他才提出這個計畫 就是我們點交之後的60天內他要提出這個經營計畫 那目前還沒有點交 我們的部分是因為有一些缺失需要再做一些改善 所以現在還在做一點改善 就看看這個月是不是可以完成把它點交出去 這個流程上面蠻奇怪的 應該是說廠商我今天要來標你這個地方 要BOT這個地方 要來爭取這個經營權 我應該告訴你我預計的計畫要做什麼 對不對他一開始有提出來嗎 他們當初就是在評選的時候是有提那個服務建議書 那服務建議書裡面是這樣寫嗎 就是跟原住民文創有相關的 那現在實際他已經招商一到三樓的部分 實際的情況你趕快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聽說裡面在賣肉丸 賣肉丸跟原住民的文化有創意有關係 這個我們再了解一下 這是我們聽說啦 是不是事實 趕快去了解一下 他現在招商的這些 這些到底有沒有符合標準 不然當初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兩棟建築物商品區跟首創區 兩個地方花了兩億多的經費 這個貝殼館就花一億多嘛 昨天你有說 花一億多 但是現在目前他能不能達到這個效益 也不知道 那連同旁邊的這個 就是魅力據點的部分 整個大家都很懷疑 為什麼已經這麼久的時間 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原本預計在2016年1月1號要開幕 到現在還沒看到開幕 到底要弄多久的時間 你現在預計 其實在現場施政報告上面 有寫是6月底會開幕 6月底以前 那所以 你現在點交什麼時候會點交 我們希望是在這個月底前 全部把它點交清楚 這個月底點交 那他只有剩一個月的時間 你點交完之後 他還要再送經營報告書 就剩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還要再招商 還要再用開幕 一個月時間有辦法完成嗎 他們有一些就是現在都在 陸陸續續在先做招商的動作 就是平常這段時間也都在做招商 所以總之就是很趕就對了 一年大概剩下 一個多月的時間 一個半月的時間 可以完成這件事 現場的期待是這樣 6月底我們就拭目以待 不過希望你們在這個方面 能夠把關 那我再問一下 你現在首創區的部分 目前經營的情況是怎麼樣 首創區現在就是我們有 就是5個心瑞設計師 一樣都在那邊進駐 5個心瑞設計師 就是我們去年甄選的5個心瑞設計師 還有包括那個布拉瑞陽 他們的辦公室也是已經轉到我們那邊去了 那因為現在之前的時候 都是做整個完成的硬體的設施 那現在目前5月3號的時候 就是我們室內裝修的部分 因為現在室內裝修還要再做一些 要增加比如說是錄音室 剪接室這些 現在剛好5月3號在正式開始動工 現在就是做內部裝修 所以在原本花1億多 現在要再追加經費 再做這些東西 但是目前只有6個單位在裡面 5個心瑞設計師再加一個布拉瑞亞 是 你覺得這樣效益高嗎 因為議員這個後面我們還會有 包括因為整個文創的總體營造裡面 包括後面還會有藝術家的駐村 那我們後面還會再辦 就是還有一個行銷的團隊要進來 經營這個 我看你們最近有上標案嘛 好像1900多萬要委外經營 那個就是我們這個文創整個的行銷的 一個委託團隊進來 來協助整個去做幫忙協助運作 包括外面後來的文創設計競賽 還有藝術家的駐村 還有整個營運的行銷 未來這些文創的 新瑞設計師的一些作品的行銷 這三年的計畫 真的感覺有點無敵坑洞的 錢坑在裡面啦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達這個錢花下去 能夠達到效果啦 1900多萬的接下來要準備 來上標案 應該已經上標案了 那三年的經營時間 1900多萬 那預計達到效果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其實我們都希望是說 藉由剛剛我有講 就是藝術家的駐村 也藉由藝術家的駐村 那比較外面世界級的 或是一流的藝術家 能夠來這邊建築 跟我們在地的這些文創的業者 能夠有一些交流 互相碰撞的時候 來協助我們這邊的文創的業者 來去看有沒有更精細的設計 市長你這個說法讓我想起 大概五六年前的時候 文化處那時候提出來一個什麼 藝術家駐村的這個計畫的說法 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那個計畫已經告吹了 因為我們也希望 因為我們既然設立了這個文創的 這個創作演習區 除了創作之外還有演習的這個場域嘛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透過這幾個 我們比較先進的這些儀器 能夠未來也會開放 我們這些的在地的一些文創的業者 能夠來去學會去使用這些機器 之後他們可以藉由這樣比較新的機器 讓他們可以協助他們有更好的創作 市長我議員的工作就是監督憲政 把每一份工作做好 特別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效果 所以希望接下來你們未來要怎麼經營三年的計畫應該有了嘛 對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在會後的時候 再提供給我們 提供給我啦 我希望能夠監督的這件事情能夠完成它 這個預算花的是有效果 好不好 OK謝謝處長請坐 再來我請教民政處長 處長那個選舉委員會 是你們這邊在管轄的嗎 我是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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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會來這邊備選嘛 因為他算是一個獨立單位 中央附屬的機關 你兼總幹事嘛 對對對 那我想問一下 明年要選舉了 我從我的經驗啦 我上一次在選舉的時候 對於相關的選舉要張貼海報啦 大康棒啦 插機啊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宣傳啊 什麼這些條件事實上都不清楚 實際上是有規定的 實際上當然是有規定 但是那個規定是很模糊的啦 譬如說呢 我要在什麼什麼 登記完之後多久的時間 然後才可以正式成為候選人 才可以開始起跑有活動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超前大家都在走 跟那也無關那 那我意思是說齁 我們今年颱風的因素 所以現在這個採抗棒啊 你知道做一支抗棒齁 如果要申請雜像執照 你知道要多少錢 我不曉得 10萬 10萬喔 叫一個設計師來申請雜像執照 要10萬 速到8萬 那大家都完蛋了啊 這些選舉辦法齁 是不是 你們趕快回去再看一下 那針對明年要選舉 是不是大家能夠有一個 就說一個扛棒 要不要長樣執照 要不要長樣執照 不是所有的 是建管 建管在規定 對 那沒關係 就是說那我們 大家沒那麼多錢 大家都在採這麼大的扛棒 那麼大的扛棒 像日本像韓國呢 他們有在固定的區域 讓大家可以張貼海報 固定的格式 那樣子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來做 不會弄得到處都是很雜亂啊 我知道 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在協調案案 有沒有辦法建置 就是固定的地方 對對對 廣設這種東西齁 然後 多替候選人想一想 替市民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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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麻煩你們 來努力好嗎 好謝謝主長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 林三天您也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新政處 你仔細回答就好了 齁 其實 我們 在這個農業處的 生長的 不為人知的小金庫裡面 炒得灰灰癢癢 最主要 一眼富有監督之者 希望台東幸福 能夠端正 你認為呢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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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在救教你齁 就相關一個採購的程序 剛剛我們私底下 也有大概有 劣質一二的一個探討了齁 其實在程序上 我說你在這個位階 也算辛苦了 因為要把關嘛 當我們在採購的一個流程 就是現在要 審核嘛 這個過程 那審核它的內容 大概就是說 採購的這個東西 不要跟市價有一點離譜 大致上都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這個叫審核嘛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看單價的部分 對 就是必須 任何採購要先審核嘛 報審核嘛 啊 審核準了之後 然後依據採購法 去採購嘛 對不對 對 對齁 原則上就是這樣 好 那我請問你 就有關你 農業處的小金庫 當初 在購買市價的時候 是否有經過你的審核 對 因為我 不知道 好 好 不知道 第二 第二 採購完之後 是否有核銷 有核銷 就我 就我 核銷我告訴你 有核銷 有核銷 你 主計財政 就這麼簡單 請問 有沒有跟你核銷 原我有問過同仁這一件他有核銷 好 好 有問過同仁 他購買之後 多少 多久的時間才核銷 你的記憶 你也可以說忘記了 你也可以說忘了沒關係 沒有 我剛才有講過 他 就我 我印象當中 他應該是在年初一二月份的時候 買 買的 那應該是在年中左右 就是大概可能是六七月份 的時候 還是在七八月份的時候 記不太起來 就是有一段時間要再核銷就對了 對 好 那我要告訴你 你回去把它回顧一下 當初喜樂貴他說他像太馬里採購的一個世家 是用他的特製會的 所以我說 你知道你在說謊 你回顧一下 那個都有錄影帶 我跟各位報告 一個採購的案子 喜樂貴處長他說他是用他的特製會去買 事後在議會的諮詢他又改口 說他有核銷了 他是用公款 最後他是用公款核銷 這顯然問題就在這裡 最近檢調方位積極努力在查辦 有關農業處小金庫的問題 又查到一個 明天 早上十點 相關人員被傳信 一湯污自罪條例傳信 一個姓李的檢察官 承辦的 這是我猜的了 我猜的 我再強調 我猜的 請保重 許處長 他在當了農業處 在最後 有關於農業處的小金庫 我請問許處長 有沒有告訴同仁 在台北最後的里長 把他趕快發光 請保重 許處長 市府有在辦了月處的時候 榮會已經跟台東縣 台東縣府已經請款請完畢了 那些行銷的產品拿到何處 四次轉換變為一個理見 請要說明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蒙了都出來 所以我說 端正 我期待我們的政風處長 新來的政風處長 所有處 李肅琴的老公 現在目前在台東縣政府當政風處處長 當年 一眼小銓公車廣 他參與辦案 跟工機組的盧組長聯合辦案 非常成功 我希望他叫小孩更好的 我們政風處處長 我哥哥跟他喊話 對農業處的小金庫 是我有公務人員 涉及用小金庫的錢 去某書籍拿了電腦拿回去自己再玩 我講的以上應該都是事實 這不能亂講 也不能亂講 是不是小金庫的錢 透過某一個基礎的處長 就 健康家庭基金會在辦活動的時候 是否有益助在裡面的活動會 是否聽到全錯 這兩面都會出來 台東縣府 我不希望 當一個國家困頓財政的 的這種現象 台東縣府還有小金庫 可以藏在融會裡面 辦了活動 又可以東西寄放在那裡 變為私人的東西 在那裡玩耍 那個消防局長 西方個長 請起一下 希望 我也期待你 對消防弟兄 整體的一個安全性的結構性的裝備 能夠積極努力一次的打造到位 因為消防的東西是一個國家 呼籲你們給 給社會一個高度安定的一個項目 那我在有時候在好奇事的火場裡面 我還是覺得我個人 當然這個要有比較專業的評估 盡量給他們一個優質安全選項的一個配備 在國內的廠商盡量能夠使用 因為那個有牽扯到一個維修的問題 就好比說 我們現在在花東基金裡面 你提出的一個銀提升的採購 加把勁啊 台東需要這一步 把這一步建構起來 我相信對消防救災 是有幫助 你請坐一下 那個行政處長 當我在問你這個 我就是讓你了解 整個目前台東幸福的一個採購的一個結構 就是東東東 我在跟你爆料 就有關小金庫的錢 曾經在關山某一個迷藏 拿了數百包的名 拿到台東縣政府去 流向不明 聽說都是高階的啦 搞去啦 那如果未來檢察官對這個案子 真正起訴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這個已經很明顯 為什麼 當一個行銷科的科長田立協 在一個採購案件的時候 他莫名其妙說為什麼 融會裡面既然有這些存款呢 答案就可以可想而知 所以 喜樂貴處長 就當有關 融業處小金庫 在融業 的行銷部分 為什麼 有人提出說理見的問題 理見因何而來 為什麼 吳嘉欣可以支持他的部署 去 融會 那相關的一些健康的什麼按摩 按摩霜啊 這自己去問他就好 因為我的檢舉書裡面有這個 聽說這個按摩霜啊 要交給高官啊 大黨議員沒有政府啊 這屬實的啊 這真的 聽說中 不會啊 環保局長 我當然肯定你的青年啊 我再次強調你是青年 之所以 因為你的青年 觸動我 對於環保局 的那種青年要永續 那當然你接這個位置 有很多的基金 你沒有辦法在一時一刻 去了解裡面的張魯是什麼 但我要告訴你一個事情 當一個社會團體 互以國家給你的責任的同時 有很多的標案 我希望你要公開 你要公開公平透明化 讓整個社會在運作的同時 能夠健康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再次強調 你要你是青年的 我肯定你 謝謝議員 這我給你肯定的 這個不用質疑啦 但我只是在跟你提醒說 未來有某些的基金 那種流向的動資 是應該是很公開透明的 就好比說 我們的文化爐的回饋金一樣 當年的回饋金 不是在你手上所支出的 這個我要特別說明 但過去的回饋金 為什麼用這樣的垃圾 會讓我們清清採材 可以把它開開去 我覺得 這都大家檢討啦 我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守護財政 守護台東的環境永續 那未來 對你如招 你講的時候你會保證嗎 我希望你能夠做一個檢測表 我再次強調 把國家做的檢測 跟地方做的檢測 把它做一個評比 有問題 馬上解決 請坐 謝謝議員 市長 問你問了這麼多 我想你也是比較無辜 在小金庫跟你也不涉及 但我只是讓你了解 整個採購的一個幻籌 的一個進行室是怎麼樣 你認為呢 謝謝議員 好 那你再次強調 融會的小金庫 習廚長買了四家 請問是否有 在同一個時間跟你和銷 還是我在 資訊完之後才提出和銷 你講得很清楚 我不太能夠確定這個水 沒進去就對了 好 以上謝謝你的答請 也謝謝大會主席 感謝各位 議長天理議員 你怎麼知道有按摩霜 這檢測啊 一條斤啊 我們都不知道 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是啊 你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江堅壽 江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還是繼續就教育我們 教育我們 英明處部落產業科 我們 部落的原住民同胞 才以拔木工作 他們為了 想要做這個拔木業 能夠多賺一年錢 他們跟金主借了資金 做了極木場 做了地棒 也買了卡車 結果 我們原來的禁法補償 原先是說 這不以拔木的區域 給予原住民補償 這些鈴木就不要砍了 讓它能夠有水土 涵養 保護山坡地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存在 水土保存的功能 可是現在卻變掉了 這禁法補償是 你只要是造林的 你只要不拔木 就可以申請禁法補償 這好像跟禁法補償的原意 好像又相違背了 以至於造成 我們罰木業的這個同胞 投入了那麼多的資金 他現在開始在煩惱 他的貸款怎麼辦 他跟金主借的錢 該怎麼還 他跟金主借的錢 是要木材給人家 原先已經算好的 都已經講好的 現在因為禁法補償 原來要答應要罰木的 他就說不罰木了 他有禁法補償金可以領 所以他的木材就不法了 可是我免個算起來 我們是鼓勵 說這個鈴木都不要法 但是有一些區域 這些鈴木你如果不適度的去砍罰的話 他的鈴木反而長得不好 尤其是在很平坦的這個區域 這個鈴木你如果不去砍的話 他反而鈴向會變差 所以我們不應該跟同胞說 有金法補償金 你通通的申請金法補償 通通不要罰木 你要考慮到我們同胞在罰木的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們的政策在執行上 也要去考量一下 畢竟有一波人是靠這個法木業為生啊 而且你木材不法了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目前菇類在栽培的太空包栽培的 他的木屑來源從何而來 沒有 做斷木香菇的斷木從何而來 沒有斷料 公共工程 他支撐木所需要的一些 堅硬的那個木材 哪裡來 沒有 也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在執行 禁法補償要適當的執行 所以我們 你應該跟我們同胞講 我們在最實際的執行去檢測的時候 這個如果你們 需要罰木的話 你們這個可以罰 如果你認為說不需要罰的話 當然你可以申請禁法補償 你不要因為的鼓勵他申請禁法補償嘛 反政策反有利弊有弊嘛 所以我們利弊得失 我們要權衡一下 權衡一下 尤其是我們同胞靠這個維生的時候 要兼顧他的生活嘛 是不是 科長 是 跟議員說明喔 其實在去年以前 本來的政策是那個森林保育 主要就是 陳如剛剛嘉議員所提 他是在主次要河川 周邊0到150公尺 像這樣不宜 伐木的地區做一個獎勵 就是鼓勵大家不要砍 那從去年開始立法通過 全面的禁法是 只要是原保地的林業用地 都可以申請禁法 那這個主要的用意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是 立法委員是考量到整個原住民的林業用地 所以不是每一筆地都會到市場去做這個伐木 所以在他沒有辦法做其他的利用的狀況下 為了保護我們的山林所通過的一個立法 那我們的用意也是在於說 其實剛剛我們談到說有申請罰財 他過來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已經成案了 那我們是基於一個業務宣導的立場 告訴他們如果說他這筆地要罰財 那他還有其他地的話 他也可以來申請禁法的補償 那最終還是一個市場機制的選擇 那地主他自己要去確認說他到底是需要罰財呢 還是他覺得去領取這個禁法補償 對他來講是比較有保障 林業是我們要用永續的觀點來去看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考量一下 畢竟我們同胞是有靠這個罰木業為生的 所以我們要兼顧他們的生活 在不影響整體環境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不如一味的去宣傳禁法補償 各個方這筆錢好像快用完了 現在在立法院也引起爭議 所以這個必須要去考量他能夠永續利用 永續利用 不要現在這一屆都全部把這個禁法全部用完了 照理講他是應該要有一筆基金來去支印的啊 是不是 所以現在用到的是公務預算 所以這個問題將來會很大這個問題 現在有進法補償金 明後來沒有了怎麼辦 領不到了咧 然後又造成一個困擾了 攪亂了我們原住民的經濟嘛 所以我們要從永續的觀點來去看 其實我要去教你 我們環境長特別重視南偉縣 現在我們南偉縣的產業漸漸的有起色 尤其是小米跟紅里 可是一樣原住民啊 一樣是種小米 一樣是小米文化的部落 一樣有的跟著種紅里啊 可是南偉縣以外的沒有被照顧到啊 像我北南鄉的這個區塊 也種了不少小米紅里啊 可是連個紅杆機也沒有 連個脫口機也沒有 連個包裝機也沒有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兼顧這些 要留一波的機會來照顧這些區塊啊 尤其紅里 紅里採收的時候真的是最麻煩 你種個吉里地 那收成要收五六次 它是分批成熟的 不是跟稻子小米一樣是一次成熟的 它是高興就長一點熟 不高興就慢一點熟 有燈光照的地方它又更晚 所以造成在採收上面能力相當大的負荷 然後 如果 如果 九月中的 它十二月到一 一月之間 一月之間 春節以前收成的 都會遇上雨季 都會遇上冬雨 那樓民好可憐 他必須要有很大的空間 把紅里採收回來綁一把 然後掉一搭架子掉起來 用電風扇吹底下生活好 因為沒有烘乾機啊 所以 可以的話 我們應當分區域 或者是以部落為單位 我們根據他們種植的面具 來適當的補助 或者找一個公共場所來設置烘乾機 有部落或者是協會 有專人來負責管理 來協助烘乾 要不然的話 掉了三天你又黑掉了 黑掉了賣相就不好啊 是不是 雖然品質不會受太大的影響 但是外觀的賣相就不好 就會影響到我們同胞的收益 所以 我們是不是來考量一下 南偉縣以外的區塊 我們也來考量 南偉縣現在也沒有烘乾機啦 也沒有烘乾機 所以我們先考量一下 尤其是今年冬天 今年12月1月的收成 農民也很可憐 是不是我們來 先來趕快來規劃一下 適當的地點補助烘乾機 當然我們這個區塊 北南鄉這個區塊也要稍微兼顧 包括包裝機 包括脫殼機 也要兼顧嘛 然後這個區塊才能夠推廣 因為 過去的轉作 其實轉作政策也改變啊 原來的轉作庭也可以改種小米紅禮啊 是不是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同胞因為紅禮價格高 一窩蜂的種 現在還在種 紅禮其實它最適合的季節是 9月疫苗 10月定止 1月份採收 這是最適當的生產季節 栽培季節 這要不然就是 1月疫苗 2月種植 然後4月收成 到5月以後收成了 會形成什麼狀況你知道嗎 空炮彈 對 有的不結碎 對 結碎 但是空的 空殼子 可是我們從頭到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有必要協調 農改廠 把這樣的一個栽培的訊息 廣為讓我們同胞知道 對啦 我們也可以另外一種思維啦 種的 大家都全面種 很漂亮 有助於觀光 起碼也是賞心業務 可是農民是要花多少心血去種啊 種的很辛苦啊 可是採收的時候是空子啊 所以這個訊息要讓農民知道 有 其實農改廠 在做作物栽培的一些訓練的時候 都有特別提到 其實我們原住民老祖先的智慧 還是很寶貴的 就是說是適合輪重 而不是同一個作物 輪三次或者是兩次 我們老祖先的智慧 現在被經濟掛帥給打破了啦 所以這個要廣為宣導 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主席 好 謝謝江堅壽 江爺 我們接下來請王輝龍王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各位集數長齁 大家 午安 我們秀先的 我要請我們的消防局長齁 局長齁 我們日本的消防局長齁 是 這聽起來早期是警察救援嘛 因為以前警察跟消防局長齁 還有一些我們台灣來沒多大都睡在頂的坡 現在這個時候回去睡在頂的坡也很辛苦 所以說 我們有在找一個新的這個庭舍齁 這個地方 啊 一年來 這幾年以來 我跟那個府內長都去去探望 結果有一個地 這個 我們的管理府邸齁 算董初期的輔導會 現在輔導會已經退出了 現在我們的導師家會 把便做 我們說 我去找的時候 他說我們想辦法說 也以前說的 便做基盤用座 就好 現在便做那個 公路停車場齁 所以說 現在又便做 要求 還有這個 這個基盤用座 還有 我問起來說 還要花一些錢嗎 還是我們自己去辦 可能 有比較萬事的 還是說 我們 要請問一下 我們自己沒辦法去 跟這個 跟這個 跟他們參加 可以把便做 回來基本用座嗎 呃 感謝 王議員 對我們日本 對這個用座 長期以來 都一直在關心 啊 這個座 這個照幕前我所了解的 啊 是在 都市家會裡面 他會做 停車場啊 啊 啊 可以變做機關用座 但是 我們要提出申請 啊 也要還有一些過程座 要照 啊 這個部分我會來努力 是 那些座 那些座 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沒可以找 那些座 還好用 是 以後 這個改善 你們要問一下 是 為了改善 我們日本客 分隊同仁在那裡住宿的 那些品質 那些 還有我們的裝備 汽車 現在 說實在 現在 越來越多 啊 他那個地方 那條路是30米 還有路面再看 啊 現在這個地方 這個店實在是很漂亮的 對我們消防用座 很重要的 是 是 中心順外 有請到這個館長 請到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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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謝 這個地方 請到館長 要比較積極 是 我們的陳伴同仁 當初也比較積極 比較積極 可能 今天就沒有這個 正義大事說 可能不然不然不夠 人不知道要去那個店家 因為我們要到館長 館長 是 是 大家要聯繫 合作 好 這個地方 是 也知道 我一直要求 我們日本的商店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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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車 甚至現在 我要請用那個大長的 有道理長 隔壁聲音 我這我就問你 阿你長隔壁說了 你意思是怎樣 有跟業務客家有聯絡過 我們可以 我就來調整 可以來調整 你說那個車 日本的 目前是放不下 還有一台放不下 對 但是利幼車 我有去回答 利幼車現在比較久 不然也是沒有說過 但是利幼車做條件 條件小型消防車進去 把水箱車換出來 你說水箱車 營梯車 要配合水箱車 但是利幼車是比較久 日本的老水庫車 他後來就變成一台雲梯車 還有一台水庫車 還有一台小型水箱車 這比較重要 你的航空剛才剛才沒有 你剛才說這些來的 人都帶到燒烈去 所以說如果這台車去 直接拍就好啊 這請我們長隔壁說 比較主動一下 所以我們 綜藝不要結算 我們也要有航空 但是聽聲 也要讓人更好 現在才好 好 一個比較近 一個比較近的地方 謝謝 好 給您多少 還有一點就是 您多少 我一點就是 我們在日本醫療區 這個 每天請一個回修 這個 這段外面 黃柏教 因為 這個 他都門口 這個都把他帶走 補完 現在幾到 這個小人都等門口 等 我一次 五點完補完 等到 黃柏教派人來 說把這門口 這九頭 障礙物 清掉 小人這裡已經八九點了 那是說沒關係 那是說就要 那是說真的有要緊 等到就不會有漆 這點 這點 我料理說 我們隔壁這裡 我們小人叫這裡 也要準備說 也 是不是 適合 這樣 連 家庭 沒有輸 聯絡一下 沒關鍵 等不快 來關鍵的時候 也要想辦法 用這個 切的東西 拍位 好 這我來跟環保局協調 看給大家解決 那個 環保局長 我請問你 你當初 我跟你說 你也要留一條 準備 讓小人這裡 每天你都把圍繞了 圍繞了 圍繞了 這火在燒 那門口 那是比較快的 但是說 一年沒燒的 我們早就燒燒了 沒去還不行 小人這裡說 你靠地你不可以沒去 等你們 你們氣 你們說要補到 派車補到庫長 庫長 搬到庫長 都不得檢証 也真的有要緊 也跟農民 會計劃的地方 其實 很要緊 也更要緊 也更來這邊 沒有證明 要去燒 是比較要緊 注意看 有農民的計劃 在燒的時候 要注意 這樣也是 賣中 也要去燒燒 人家 要怎樣 其實 最近這一次 是因為 我們廢數資已經 標出去了 現在就是農業處 一把這 這 漂流木 你用廠商 廠商 所以現在在關節的 這個地方是 農業處跟廠商 我們跟議員的意見 我們跟農業處說 所以 這個在接收上 可能要 配合 我們社工隊 要更關鍵去求會 所以我這個意見 我可以專討 農業處 平均 差不多一回都會燒 一回一回 一回都會燒 一回都會燒 其實不是說 都會燒 都會燒 一些 一些 怕辣的 涼涼器 所以我們是 有些人 都會燒 那邊也對 一直燒 我們都不可以燒 農民的算是很嚴重 這點請你們跟餘館一起配合一下 只要有那個材料,我可以去整理 不管是說裡面有什麼好,議員都要去尋求我們一般民眾的財產 我們跟農業廚來學店 議員是沒關係 好,謝謝議員 議長,謝謝主席,謝謝 謝謝 好,謝謝王輝龍、王議員 對你們這個日本地區的社員隊那樣關心 我知道你一向對你們的社員隊都很關心 所以,局長這兩個再找個適當的地方就叫你說的 好嗎 好,謝謝我們各單位 辛苦了,我們今天早上的會議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好,謝謝各位,謝謝